而且我全世界 参观都有一个习惯 基本上做人会很成功 柯文哲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人毒师 你看他干了坏事 叫黄珊珊帮他扛 什么现金来现金去 全部是柯文哲一个人独干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跟习近平一模一样 黄珊珊去扛 黄珊珊为什么今天要扛 就为了当那个狗官 当那几天的立委 可怜兴兴兴去扛 我们这边关系并不好 但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被冤枉了 柯文哲坏透 像我们这种小儿科 说我们这外行人 今天查到了MOOC 查到重量基金会 然后真的要去查金融 你说没有 这只是小儿科 你说查这个账 只是给这个柯文哲压力测试 他的钱多到我们无法想象的 也不是无法想象 我应该这样讲 你无法想象 对他来讲的话 也是这一辈子第一招 那这个累计金额 我刚刚大概简单算一下 MOOC也好了 戴利林的900段也好 啦啦啦啦这样加加起来 大概五六千万嘛 五六千万 这个五六千万目前 大家知道名账 而且他准备还捐公益嘛 对 其实是私下的现金嘛 你看我们这两天讨论 结果你会发现说 他所有一切的这个交易 都是用现金处理 没有用支票用汇款 所以你就知道他要是要藏现金嘛 对哦 要藏现金 我们就要 那现金要藏起来 我们用两亿到三亿来看的话 其实不是很难藏 你的银行租个保险很贵就好了嘛 你藏在家里也就解决掉了嘛 这两三亿现金不是很多啊 就大概 大概几个大皮箱就解决掉了 两个旅行销 对就是 那个一般你看我们上次贬少的东西 对 就两个旅行销 就是没有多少啦 很容易藏啊 可是柯文哲没那么笨嘛 他还知道 他如果现在已经每天光谈柯文哲 谈了几个月了 我请问你 他是不是找 如果原来把钱藏家里 他现在会放家里吗 不会了 当然不会嘛 他会藏在别的地方嘛 而且他藏钱这件事情 他会不会交给李文中去藏 不会 不会嘛 他们夫妻两个干的嘛 自己干啊 这个火约 陈佩奇都知道 陈佩奇 陈佩奇凭什么体现 这个笑眉眉去跨豪宅 你走开你这个 你这个没有底气不够 那个腿走得会 会软咖的 会软咖的 会软咖的你知道吗 没一个人 你要跨豪宅 你眼睛闪烁 你就知道你不是咖的嘛 人是英雄钱是胆 没那个钱 是没那个胆的 走进去你都腿都软了 我跟你讲 少吹牛了 不要讲别的 你口袋没有带钱 你晚上到酒店去 给我跑一趟看看 大家都叫你 五档的五档的 叫我你 你拖在那里放弃 你董哥 马上就挂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钱是 现金是实际上的东西 所以要藏哪里是关键问题 那检调知不知道 知道了吗 郑文燦的案子 最大关键是什么 五百万 现金嘛 被逮到了嘛 那是收押被告 讲出来的嘛 都也没有打到现金啊 现金在哪里 收押的被告 把那个现金五百万 等于口供嘛 入好口供 所以郑文燦 讨都讨不掉 郑文燦当然讲没有嘛 没有他讲有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一个有 一个没有就收押了嘛 这个故事很简单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 找到谁来证明 柯文哲藏现金 或藏钱在哪里 不见得要找到钱 因为找到钱 有时候有点困难 因为很好藏嘛 他先藏在这个国泰银行 后来明天藏在 拿个台湾银行 弄个保险柜 就把他丢进去了 他一丢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如果更狠一点的话 他用他儿子的名义 买比特币啊 在日本开户啊 那在台湾交款啊 现在的洗钱的方法 一大堆啦 所以说能不能够 抓到这个钱抓出来 确实是有难度的 可是有没有线头 有嘛 李文中一定是 安排一些开始的线头嘛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他才发展得下去 而且这个事情很简单啊 今天我要是说 我不要讲哪一个 好了我们就讲 我们就讲假设 今天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金华城好了 我是金华城老板 金华城老板 如果回馈给他的话 会回馈五百万这种东西吗 不会吗 120亿的利益 我怎么回馈给你啊 我回馈给你 我先麻烦一大堆啊 他没有拿到东西 他会签那么快吗 不会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为什么要黄珊珊债嘛 黄珊珊为什么到了 黄珊珊这个任期开始启动嘛 对 黄珊珊前面的任期 为什么不能启动嘛 新的任期 尤其是第二任连任以后的新啊 对 是新花入放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就是harvest的 就收成 收获季节嘛 前面是播种 第二任是收获 所以他第二任开始大干嘛 大干的时候 你认为那个120亿的那个 整个那个都根条例 那么大的风险 他干得下去耶 他为什么要干这个时间 他干这么干 所以一定是有确定的东西在口袋嘛 不然他不会干这种事 如果你能够在海外帮人 有处理好的话 那他这个儿子在日本不是刚刚好 所以他现在讲 动不动讲儿子 动不动讲儿子 对不对 他这个儿子就是他的 他的藏钱的这个 藏钱的这个 儿子才是重点 就是他的儿子叫智瑶是不是 富瑶 富瑶 就跟我们这个陈志忠一样啊 陈志忠当年是帮他爸爸 全世界跑坐飞机 跑买东西 在美国买豪宅 然后到新加坡 到香港去存钱 结果通通被夹出来 通通被夹出来 因为他忘记了一件事情 因为阿扁本人做人很成功 不太得罪人 可是阿扁得罪谁你知道吧 阿扁得罪老美 所以美国人把他搞出来 阿扁出事其实是美国人搞他 爱德蒙是什么单位 爱德蒙是CIA的外围 那你以为柯文哲 他在那边无法无天 他完全没有江湖概念 一个是看房子就是笑话嘛 我跟你讲 我一直在等检调 这个为什么不动 为什么不动 我现在同意你的观点 这个就是金流 他最后把金流给你掏出来 说一下把你封掉 那到时候 摸名转倒灰 因为柯文哲要压起来 这个事情是天大地大大事情 不得了啊 那美国会介入啊 你如果可以把你的 在野党领袖收押 你不是跟共产党一样吗 要有合理的 要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跟交代 而且你能够说硬干 把他硬押起来 不行 不是 你押五指甲可以硬押嘛 对不对 我最多绝食嘛 对不对 可是押他不一样 押他台北地院法院 法官不敢押啊 你只要抬不过去的话 我将来我的前途 我的前途会跟你赔上去 所以押柯文哲是 天大地大的大事情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敢那么屌地 跟大家讲说 你快点来传我去啦 还帮彭胜生打 在那边还打官司 还在那边扮嘴 还在那边吹手 你怎么给他上什么电子脚疗 还讲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然后讲了一大堆啊 对不对 然后最后讲 你有没有查到金流 他很有把握嘛 金流 他钱长好 但是这个事情要搞的话 一定是全面的发动 而且启动的国家的力量 会超过他的想象 而且我全世界 贪官都有一个习惯 基本上做人会很成功 都会有一些死党跟朋友 柯没用 柯没用 柯文哲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毒师 光棍啊 你看他干了坏事 叫黄珊珊帮他扛 今天还给他三年停权 这恶不恶劣 后面就是刀子还在脖子上 这个是这个全部的总统大选案的 搞砸锅 搞钱所有的事情 什么现金来 现金去 全部是柯文哲 一个人独干 单线领导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跟习近平一模一样 黄珊珊去扛 黄珊珊为什么今天要扛 不分区立委嘛 就为了当那个狗官 当那几天的立委 可怜兴兴去扛 黄珊珊我对他印象 我们这之间关系并不好 但这件事情我认为他被冤枉了 柯文哲坏透 今天民众党在开中平会 开中平会的时候 居然李文忠跟端木珊两个人 连去都没有去 黄珊珊去了 你说这个东西非让耐人许会 怎么叫耐人许会 第一个是 你说李文忠跟端木珊根本不在乎 这个会议根本就为谁开 为黄珊珊开的 而黄珊珊开去的理由是什么 你们没人敢动我 当然 保雷哥 今天这场中平会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虎头杂 结果这个虎头杂的黄珊珊 就大大方的总统 就直接把头放在闸上 完全不怕他剁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刀不会下来 对 他知道你的目的 只是要把刀架着 根本不是要把我人头落地 所以黄珊珊才敢去这场中平会 所以你仔细看 因为今天中平会呢 只会有三种结果 哪三种 第一种结果就是除名 这是黄珊珊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第二种结果就是说 我给你停权 但是我让你保留不分区 第三种才是最糟的状况就是 党全 停权 但是不分区也没了 所以黄珊珊今天敢去 代表他很有自信说 我绝对不会被砸 你动不了我 但保留哥为什么 那凭什么有点底气 对 哪来底气 哪来自信 重点在于 你要了解到中平会真正的目的 中平会的目的 不是要把黄珊珊的人头堕落地 因为今天如果把珊珊堕落地 你知道珊珊下一站 他会去到哪里吗 去哪里 马上去北检去通报说 柯文哲做坏事了 我来先举他 他把我政治生命搞砸了 他做的事情他都知道吗 他当然清清楚楚 各位这才重点 但不管 为什么今天刀要加黄珊珊上 因为柯文哲要他出来 秀下线收烂账 为什么 你说收这个烂摊子 对 因为他们现在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但他们依然在说谎 为什么要这样子 反正我就摆烂给你看 我就秀下线给你看 对 我知道 所以你说这个竞争会 他知道他们在说谎 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依然在说谎 对 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个记者会办了一塌糊涂 比如说他讲说什么 今天大家一直在问916去哪里 1817来他跟你讲说不是啦 我在给你看一堆发票 一堆收据 但是我都把相关的戏目跟厂商 码起来 然后跟你讨论的是什么 租金1913 杂资100块 残废193 残废330 宝贝哥 我们在讨论消失了几百万 现在我黄山生在跟你聊什么 聊停车费20块钱 柯文哲自己讲 这个中央的插盒是2000万 我有2000万的插盒 你告诉我说 停车费20块报错了 还有会计雾登89块 雾登98块 475块 他这个记者会 我跟你讲 如果照这种进度 办到明年也办不完 你知道2000万不好贴 那王珊珊知不知道 大家看到这个会气炸了 会气炸 当然知道啊 但他就是要让矛头指向他 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虎头杂 扛在他头上 所以他知不知道会不会丢脸 知道 会不会难看 知道 知不知道会说 非常 等于说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羞辱 他都知道 但是他还是要站在台上 为了不分区也是要吞下去啦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只有两种学校 一个柯文哲是洗钱贪污犯 柯文哲是坏蛋 另外一个 黄珊珊是个大笨蛋 跑出来开这个记者会秀下线 他就要你二选一啊 那拿着什么当威胁 不分区当威胁啊 所以中平位这个我给你保证 绝对不会砸下去的啦 他有这么在乎不分区立委吗 不当然 因为黄珊珊她一辈子想的就是不分区 议员当那么久 每次选立委都选不上 当了副市长之后 还是我们讲的想当不分区 对不对 因为市长本来就是我们讲 只是一个过个水 他本来就知道自己选不上 而且你看喔 他竟然跟我们讨论到什么东西 又在跟我们讲美东美西了 那个时候宝丁哥 我们是不是直接揭露说 不对喔 因为呢 你美东美西 结果你两场都写美东 结果他竟然跟你扯淡扯说 是因为吴欣盈啦 结果吴欣盈去美国的时间 是在9月30号 结果他申报的时间点 是在11月6号 结果吴欣盈变成副首的时候 是在11月24号 你到底开我什么玩笑啊 意思就是说 他还没变成副首 但是呢 我们帮他出钱 结果你知道民众 今天怎么解释吗 怎么解释 王山寨的下线友还说 他是义务来帮我们选举 他有帮我们忙 不是欸 吴欣盈那时候形成 清清楚楚喔 他就双向远 他就搞自己的事情 完全知口开口闭口 没有提到柯主席 也没有提到柯文哲的选举 结果他就是有这个脸 去跟你讲 然后呢 然后他跟你说 对我们有查清楚了 我本来想说 喔所以以前没有报那么多 他说不是 我们漏爆了12万 所以还再加上去 还要再加12万 所以各位搞错了 他的钱喔 吴欣盈是不是花八几万 对不对 然后那个这个 我们讲的柯文哲 也花了四五十万嘛 他说不是 还要再多12万上去 请问一下 这哪是什么解决问题的记者会啊 这根本是制造问题的记者会嘛 所以 你觉得不丢脸 丢脸的就是别人了 对 所以很多人的评价 都说这样记者会烂透了 保理哥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非常成功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浪费我们大把的时间 必须要骂说 你把我们当多白痴 你把我们当多蠢 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至少 我可以争取十分钟 二十分钟 让你不要再讲 柯文哲去洗钱 让你不要再讲 他太太跑去看1.2亿的房子 至少这样转移焦点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嘛 诶 如果说他现在不开这个记者会 我们现在是全集 都要去谈这个所谓的 陈佩琪的房子 他至少吸引我的注意了 对嘛 浪费我们的时间 篇幅去讨论这些根本 各位你自己看看 五万九千 一万六千 一千九百块 退票手续费 火车费退票四十块 各位你在开我什么玩笑 他当然是故意的 就是跟你讲这些知为莫解 但是他绝对不会碰到深水区 为什么吧 刘哥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碰到916 如果碰到1817 这个关键数字 神秘密码的话 那就炸锅了 因为没法解释 我总不能跟你讲说 哎呀 柯主席 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不能这样讲嘛 对不对 所以只好怎么办 我开始撵一些哗哗哗槽 所以我跟你讲 民众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议员 或者是有一些名嘴 赶快再爆料 爆料说你这个账 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因为他就很乐于 来打我的脸 至少这样 他可以保住他的部分区 那你保留高 现在最新结果出来 你知道黄山怎么样吗 真的不怕砸 为什么不怕砸 停权三年 那你关键是什么 不分区立委呢 不分区立委保住了嘛 所以黄山根本没在怕 他很清清楚楚 柯文哲这个刀 绝对不会落下嘛 好 所以书会 该讲的 现在对柯文哲 一开始很多人讲 他绝对不会动黄山山 因为你黄山 在现在跟他的关系 非比寻常 因为很多人讲 今天柯文哲的改变 是在哪时候 2019年 当2019年 蔡壁如离开了 柯文哲的身边 而黄山山 进到他的身边之后 就出现了金华城案 就出现了三大案 什么怪事都出来了 柯文哲跟黄山山 现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纯王齿 纯王齿 谁是纯 谁是齿 我不知道 但是没有一个 能缺另外一个 他不能没有他的原因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属中无大将 现在整个民众党 拿得出台面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黄国昌 一个叫黄山山 但是黄国昌 人家一天到晚在那边 外面叫黄主席 黄主席 他不能够只生下一个黄国昌 哪一天真的没有 柯主席 只叫黄主席 所以他有一个 制衡黄国昌的人 所以这个需要黄山山 第二个 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或者未来可能会变成共犯 可是现在我们只能称话为 利益共同体 不管是刚刚说的 金华城也好 或者是这一次的政治献金 这次政治献金 木可后面的老板是谁 木可后面的出资者是谁 木可赚钱是谁赚钱呢 为什么那一天 第一次记者会 陈志涵出示的 那15张单据里面 下面的核销评证 里面都有复合者 都要签章 只有给木可的钱 都不用签 不用复合 直接就填了 就给木可了 木可就是他们的民众党的党营试验 就是通政治献金的另外一个公司户 所以他们现在是利益共同体 如果柯文哲砍了黄山山 其实等于砍自己啊 为什么柯文哲不敢让别人来查账 不用让四大会计事务所来查账 不用哦 大家知不知道 民众党的财务长是谁 民众党的财务长叫做梁秀菊 梁秀菊是以前台北市政府的主计处处长 是柯文哲把他研览过去的 所以这一个人非常严谨 非常懂财务 他过去管台北市政府一千多亿的 他现在是民众党的财务长 你就算不想让外人来看进办的账 你好歹让党部来看进办的账吧 他连让党部的梁秀菊 来看进办的账他都不敢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知道进办的账怎么回事 以柯文哲那种不信任人的个性 如果他怀疑有人乱搞 有人骗他的话 他一定会再拉一个打一个 让梁秀菊去查 可是他把他围起来 案发现场围起来 只有黄珊珊能进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个案发现场 他跟黄珊珊两个人 所以清场 只有我的珊珊能够进去散后 他是散后小组唯一招齐人 他那些不要骂我 所以李文忠跟端木正两个人 今天为什么没有去 一个是去了也没有用 一个是不用去 去了也没有用叫端木正 反正你就是背黑锅背定了 不用去的叫李文忠 因为他跟柯文哲穿同一条裤子的 第三个 为什么砍不了黄珊珊 黄珊珊是柯文哲现在的心灵鸡汤 柯文哲是需要一个母解会的人 我前两天才跟这个民众党 另外一个冷宫派的人 在那边聊天 因为我以前 我不是说我很早就认识黄珊珊 我就问她说 请问一下黄珊珊是不是还像我当年看到黄珊珊 我当年看到黄珊珊是这样 那个主席你的那个领子 然后面对我们的时候就这样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说对对对 现在还是这样子 对所以他看到主席的时候 他是小公主 然后看到我们他就变成太后娘娘 所以每一个主席都很喜欢 所以他有两面 对每一个主席 一个是小公主 对 一个是灭绝师太 对所以每一个主席都很喜欢 旁边也有一个小公主 然后这样围着他 所以一个母解 一个需要母解会的柯文哲 他就需要一个母 一个姐 一个黄珊珊 一个陈志翰 所以基于心灵的需要 他现在也砍不了黄珊珊 还有一个很重要叫买保险 为什么 黄珊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他跟绿营的关系 民众党里面现在跟绿营 可能最好还有关系的人 叫黄珊珊 因为他有一个哥哥 叫黄曙光 黄曙光现在还在 果然会咨询委员 所以再怎么样一个买一个保险 万一真的哪一天要求情的时候 那个电话也要知道打到哪里去 对不对 知道还有一个人在总统府里面 对 再怎么样还是要拜托一下 你这帮我卡一下 看肯定会通膜 所以我觉得至于这么多理由 他现在是没办法砍黄珊珊的 但其中最重要我认为就是 利益共同体 存亡此寒 我怎么可能砍我的盟友 或者是共犯结构 尤其是选举期间 很多人都讲过说黄珊珊带着柯文哲 到处去募款 尤其是黄珊珊过去经营的都什么人 都是偏蓝营的企业家 偏宋楚瑜的企业家 所以黄珊珊等于是挖蓝营的根给柯文哲 挖宋楚瑜的金主给柯文哲 所以这对宋楚瑜来说 对柯文哲来说 开玩笑我怎么敢动黄珊珊啊 我家里的满满的cash 可能黄珊珊都知道来源是什么 如果今天为什么陈佩琪 在这一段时间内 要忙着帮儿子开公司 要忙着帮儿子买房子 我真的很怀疑 如果检掉现在去搜索柯文哲的家里 会不会收到一些满满的cash在那边 所以要急着赶快去做财产的处分 开公司买房子 然后每一天 大家看民众党才开这个废话记者会 确实像这个宇轩说的 他要混淆大家的视听 但是大家不会很奇怪吗 原来民众党还保留了这么多发票单据 没有交给检掉 那你们是要干嘛呢 好 所以宇佩 我觉得我觉得不可思议是 他们胆大妄为道 你的一开始送到监察院 居然就有两千万的 这个所谓的插盒根本补不上 补不上乐兄居然就乱报 乱报的时候 他们都不担心出事的耶 所以潮水退去 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嘛 今天柯文哲就是被监察院 还有周刊的讯息 打脸 打得跟猪头一样肿的脸 为什么这样讲 没有不知情的这件事情 第一个 你4月7号申报 4月8号监察院 马上把你退回 就已经告诉你说 你的帐有问题了 我们不管怎么样 你收入跟支出扣起来 就是要等于专户的余额嘛 而且我跟大家说 我今天也特别找出来 这个是我自己选议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监察院的公文 重要公文 都是用什么 挂号寄出 而且名字是谁 候选人本身 那我就要问 只有几种状况 第一个 你说你不知情嘛 对不对 他一定是寄到户籍地 不然就是通讯地嘛 一个就是民众党 第二个 他家 他家 难道是被陈佩琪藏起来吗 他一样跟那个手机障碍枕头下一样 不想让柯文哲知道 还是党功藏起来 第三种可能就是柯文哲在说谎嘛 所以他说谎跟呼吸一样自然嘛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以前讲过 他说 他的柯宇录说 坏消息 网上传的速度 可以决定一个团体的好坏 你现在说你都不知情 柯文哲不知道 黄珊珊不知道 陈志涵都不知道 那请问你们民众党在干嘛 对 对不对 而且给你三个月 监察院告诉你 你知道帐户部队的 这么天大地大的事情 你告诉我没人知道 对啊 而且三个月的时间 不知道你们整个民众党在干嘛 你应该要找专业的会计师 开始进来查账了 赶快把账兑清楚 七月份再去进行补证嘛 结果你怎么会七月要补证的 还是错的金额 这个真的让人家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柯文哲以前讲过 最高明的谎言是什么 连他自己都相信 所以他现在就是在讲 柯文哲自己心目中 最高明的谎言 不知道你说 华珊珊今天被停权三年 最根本的原因 没有把他开除 你还是要跟柯文哲的恐怖平衡 当然是柯文哲 大家知道柯文哲太多事情了嘛 每一案跟他都有关系嘛 刚刚议员也讲了嘛 包括金华城 大小事都跟他都有关系啦 所以那这个就是柯文哲的力量 把他保住了 对 把他保住 不然你说之前党内的声音 真的是要把他开除的 要开除 今天如果上礼拜五开下去的话 就是开除党内啦 你说党内对他这么反弹吗 不是啊 今天不是他开记者会吗 所以所有这件事情搞砸锅 大家认为是柯文哲搞 不是是黄珊珊搞砸锅嘛 因为关键的那个声明 就是戴力林的916万的假账嘛 那916万的假账 柯文哲就抱怨 是黄珊珊的朋友 黄珊珊处理不当 黄珊珊欺上满下嘛 是这个意思嘛 那所以这只根本就黄珊珊头上啊 所以黄珊珊那个当下的黄珊珊群情激昂 一定要把他开除党籍 对 那柯文哲 而且柯文哲主动把他移送 移送 移送的目的就是要动手嘛 那后面怎么变化成那个结果 我觉得后面有一些化学变化出来了嘛 那化学变化出来就导致了柯文哲在护住他 就是今天雨萱刚刚讲的嘛 把你刀放在脖子上嘛 还可不可以再砍一刀 还可以砍啊 所以柯文哲如果在后续发展被收押的话 我觉得中平会会再继续有人再处理黄珊珊 黄珊珊这个立法委员的位置 仍然是在目前是刀悬一线 我们要进周刊今天独家报导 监察员在4月8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你推荐了 推荐的刚刚讲呢 你这个钱根本不对 不对就代表你的金流有问题 而且这个金流有问题之后 刚刚讲到联盛署也进来了 地检署也进来了 这些检调单位全部都进来看了 进来看了以后 今天更有一个新的动作 这个案子百分之中组办的吗 结果现在办三大案的爱主 现在居然把爱主的人跟中组的人合并 你说现在恐怖的是说 现在要查这个金流是三笔账 四笔账同时查 四笔账同时查 四笔账的金流 看起来是汇到同一个地方的 那么事实上呢 如果是单纯查金华城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约谈 但是台北地检署做了一个动作 表示全案已经在扩大 而且要特别去正办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不是金华城而已 北市科 今天不是北市议会 有把相关的那个调查 初步的调查报告嘛 那么但问题是 因为大家一大堆人都不配合嘛 可问题是北市科 还有这个包括 这个所谓的雨果市场 也就是说他们去检举的雨果市场 还有金华城这三大案 还有另外不要忘了 还有这个所谓的相关政治先进案嘛 那么现在爱主调到天下第一组 中组之外呢 由主任检察官下下两大专门 侦办弊案的相关的这个检察官 然后呢 下面还有检察事务官 另外就是调查局跟廉政署 一起金字塔一个专案小组 专门办柯文哲啊 现在是用整个金字塔 专门办柯文哲的几大案 一起办 各位刚刚我们的节目里面 他提到有关于豪宅的部分 对不对 那各位可能不知道 你们应该没有去看过豪宅 我有个同学在卖豪宅 卖豪宅 卖上亿的豪宅 卖到自己住豪宅 豪宅是我们一般的人 可以直接到这个房仲公司说 不好意思 我想买个房子 我想买个上亿的1.2亿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看房子 你错了 豪宅卖的人 看的是买家的身份跟地位 所以呢 你的身份跟地位 你要符合这个 刚刚世聪讲的没有错 会来买1亿2千万豪宅的人 一定他的身价是好几倍以上 他才会来买嘛 所以我不是想去就可以去 你要知道 他不是想去就可以去的 为什么 事先安排 然后呢 事先预约 还有 如果你名不见经重 我不知道你是斗鱼 你绝对不知道 我们看房子不就这样去看吗 如果你名不见经重 还要收豪宅相关的看房费 你知道吗 要收钱的 各位豪宅要收钱的 因为有同学专门在卖豪宅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豪宅是一般人 可以去看的 我又不是去博物馆 还要付费 还有在台湾的豪宅的定义是什么 在台北市的豪宅定义 中央银行的定义是7000万以上 那么财政部是6000万以上 刚刚大家不约同的讲一个重点 其实最近这几年为了打房 豪宅降到四成的贷款嘛 以前有豪宅9成5的贷款 没有了 现在四成贷款 请问一下 一亿两千万 你只能贷到4000万 那你要准备多少的支配款 7000万以上的支配款 你还要装潢 刚刚你知道吗 那么这位第三夫人 所看的这个豪宅 总共占地83平 有四房 她不是说为了买房子 给儿子嘛 对不对 然后结婚好用嘛 所以她选了这个 1.26亿的去看嘛 她是自己去看的嘛 请问她去看这个豪宅的时候 她是自己一个人 房仲带着她去看这个豪宅的吗 不然呢 有没有别人啊 哎呀 有没有别人 这个我不知道 明天下午两点 请黄珊珊 陈志安 在记者会里面回答我们 有没有别人嘛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为什么 这件事情比你那边 这边搞什么100块200块的 那个什么发票漏报 漏不虚报 报酬 还要重要多的嘛 那她为什么会去看 我问你 前几天 那么这个陈佩奇 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贴出一个存者 还记得吗 里面有多少钱 10万 哎 一属 村长班啊 我的存者里面剩10万 我村长班 然后可以去看一二 请问大家跟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全国观众朋友 你的存者里面剩10万现金 你我去看1.21的豪宅吗 当然不可能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 我对不起 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真的对不起我太太 你知道跟我的孩子 为什么 我去看房子 没有看到过三四千万的房子 你要知道 我常跟我太太 今天看这个新闻跟我太太讲 就算万一哪一天 我中了大乐透 还是精彩539 我的存者里面有1000万的现金 我都不会去看1.21的豪宅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贷款4000万 还有你知道公社你知道吗 你知道台北市的豪宅的公社是多少 一瓶最便宜是两三百块 好贵一点的是四五百块 单单公社每个月要缴的钱 比这些小草每个月的薪水多高 你知道吗 你每个月都拿出来这些公社 什么都 就管理费 你出国去哪里玩 去哪里干嘛 公社管理会 比这些小草的薪水还高 为富费用比小草的薪水还高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这个是看豪宅的动作 还有 那么为了这个 这个台湾第三副的去看豪宅 他们没有否认嘛 他们承认嘛 东看看西看看 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东看看 随便人 北看看南看看 都没有机会去看的 只有 只有靠地 靠地放弃的人 人不可能给你去看豪宅啦 各位你要知道 他们家比我们想象中的有钱 他们家不是常常讲说 两个都医生对不对 请问医生在台大当医生 一个月有五十万一百万吗 没有啊 你知道吗 公立医院的医生 陈佩奇也是一样 这些都是公开的 那么比一般人多 各位忘记2008年 他们在新竹买了一块特农地 一千两百万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紧急要来 这一块特农地就是后来 都藏起来 然后呢 后来把特农地 肥凡很棒的农地 弄了薄油去 租给这个游览车司机 租给这个自小客车 偷偷逃漏税的那一笔 上去年选举被抓到了以后 才把它铲平嘛 各位要知道 2008年 他们一千两百万买了这个特农地 2010年就买下了 现来的这个房子 你们只知道买下了这个房子 你知道多少钱买的 六千五百万买的 六千五百万买了以后呢 事实上一千万 不是公公婆婆借的嘛 两百万娘家出的嘛 她去贷款 我去调出她相关的贷款金额 大概是跟营养设定 五千四百万 也就是贷款了 还了一些啦 就算让你还了一些啦 对不对 你卖房子 除非陈佩奇 他们把现在住的这个 六千五百万买的房子卖掉 但问题是你扣掉了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等于贷款啦 你所剩也只有区区几千万 不够 完全不够去买这个豪宅 不够 我跟你讲坦白的 不够啦 你说就是乙屋义屋 乙屋换屋都不够 都不够 那另外 有关于他的这个老房子 在杭州南路那个老房子 在40平嘛 那时候 大概市价三千多万好了啦 好 没关系啦 你们用合法的方式 就是每一年捐那个正宇244万 对不对 给儿子嘛 然后再说 跟儿子用买卖 说现金不够 把他用买卖的拿回来 好 你们合法 可是我不懂啊 你们家的女儿 为什么都没有上亿的豪宅啊 为什么都买给儿子啊 那女儿何在啊 这太不公平了嘛 赶快再去看一栋房子 然后呢 至少看到一亿以上嘛 买给这个的女儿嘛 事实上 如果你没有那个心 没有起心动念 为什么你在七月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亿 两千万的房子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看好玩的 看心生的 我不相信 所以吴总 我觉得这不 我真的搞不懂耶 哪有人这样 明火直障的敢说 我到处东看看西看看 他讲很清楚 是为了儿子看房子 对 那我请问你 那儿子现在干什么 在日本啊 在日本干什么 念书啊 那你是 你看到有任何银行 会贷款给一个 给日本念书的小孩 当然不会啊 这个不可能是有银行贷款嘛 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一亿两千万的现款 丢进去的话 资金来源呢 你怎么汇进汇出 国外汇入嘛 那他儿子输到中华民国国籍 是中华民国国籍 确定吗 对啊 要搞清楚耶 这都有来源问题啊 这个钱 你去汇一万两 一亿两千万 到这个建设公司 要有一个人的名字汇进去 对 那个人是中华民国国籍 突然间 报一亿两千万 从那个账号里面出来 对 那个账号怎么出来的 那个金流怎么出现的 哪那么简单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那个有个来源证明的 我觉得婉桃有个源头啊 他儿子是个学生 在国外留学 对 中华民国国籍 买一亿两千万的 一亿两千万的房子 对 银行不可能贷款 你谈都不要谈 我讲到这边银行 就不会贷款了嘛 学生谁要贷款给学生啊 不可能 而且如果是他们夫妇 买了给他儿子 刚刚讲的 这鱼啊 这鱼是很可怕的 没有这回事 不可能 我们台湾的房地产规定是在 豪宅是在几年内不能过户 过户之后又有豪宅税 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个都不要谈 还不能过 那个就是他儿子 他讲的帮孩子买的嘛 对 所以没有你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帮一个在日本读书的小孩 买一个一亿两千 两百 一亿两千万的豪宅 那我先问你 那个资金怎么进来 是在台湾的银行里面 存一笔钱丢进去 还是从募客里面拨款 我不知道 但我告诉你 那个资金的来源 就是要黑钱嘛 那个买房子洗钱嘛 那个买房就是个洗钱 那个钱可能是国外洗回来的嘛 不然怎么会买 出外间要买房子干什么 对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房子 问题是那个一亿 怎么来的嘛 所以说 今天柯文哲是 故意让大家知道 他要买房子 当然是这样子啊 他这个买房子的过程 一定是最后的结果 他儿子从日本汇钱回来台湾 买一笔房子 大家没换 那钱干净了嘛 那钱怎么出去了嘛 比特币出去 我怎么样搞嘛 他一定有一个搞法 那个钱要把它变干净啊 他现在钱 我问你 他一个人把钱藏两三亿 在银行的那个保险箱 那个叫什么钱 那个叫黑钱 黑钱怎么洗白 怎么洗 要成本啊 你要我帮你洗白 我发票 你要买发票 要洗钱 洗两三亿非常复杂 你不然 你像阿扁以前的房子 那个阿扁以前的钱 那个郭正亮跟我讲过 拿过那个阿扁的政治现金 他那个绑的 那个银行那个 那个用那个纸带绑的 对 都已经烂掉 臭掉了 放他家 放了十年才拿出来用 那他这个是新的 小草刚刚给他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这个钱 我一直高度怀疑是在厂商 找在交易过程当中 他就有一些钱用比特币 搞到海外去了嘛 他才敢说买给孩子用的嘛 对 那个钱 你怎么拿一二出来给我看嘛 你柯文哲怎么拿嘛 拿出来就是叫什么东西啊 叫做财产来源不明罪啊 对 马上犯罪 他怎么干这个事情 所以这整个事情 有法律架构问题 那他敢公开这样谈 这谈的这私人事情 有什么好问的 对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而且还承认说 他就是东看看西看看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他在干这个事情 今天承认这些事情以后 他在台湾还要选总统吗 他还要选总统啊 不用了 他明年不要选总统 他明年选里长都选不上 就像代表什么 连赞确定住在地堡 就代表连赞的不想再选下去了 对 我不玩了啦 我的AJ一票 就是就把国家还给你 你的钱钞票还给我 我老是不跟你玩了啦 他的柯文哲结束他的政治生命啦 不然怎么敢这样子干 对 这是ending嘛 所以你看他整个故事 他在最后那个两个月 拼命在骗钱的时候 假 就是讲完了 就假民调啦 对不对 然后开始搞什么假资料啦 对 然后开始 募款募到1月12号的11点 13时50分 59秒59分 剩一分钟关账 这个一分钟他都A 弄完之后 募可是不是事后 选举结束之后还在搞 他没有停过 他有人这样子干的 干了没有 司法班武艺全部都会 对 然后他在面前承认啊 他就跟你讲老子不干了吧 我要买房子 我要买豪宅 这个意思就告诉你 老子不玩了 很简单 坏长 今天我才知道说 陈佩琪现在有个试号 要怎么 他说我现在每天东看看西看看 我每天都在干嘛 我都在看房子 我想说看房子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 看房子很了不起 因为你在台北市 你在台北市 你要去看商业的豪宅 第一个 你没有预约 你根本进不去 第二个是 你口袋没有money money根本进不去 就代表 陈佩琪现在有这个胆识 或是现在有这个嗜好 到处看房子 只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 我口袋有钱 我口袋有限期 是 宝琪哥 我跟你讲 佩琪姐姐 为什么要提早退休 佩琪姐姐 现在为什么要成立制衣公司 因为佩琪姐姐 不再是神习牛 从今而后 她是老闆牛 那你是老闆牛跟你神习牛 有什么差别 差很多了 差很多 台湾所有的老闆牛 都有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孙残醉 什么叫孙残醉 就是你们家的家 整个给它残醉 整个去那儿 而且这种 要有家 要有家 家庭跟田船 要去孙残醉 同样的 现在佩琪姐姐 就准备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最新的爆料 什么爆料呢 她竟然要去看 不是说要去看 她竟然去看了一个 1.2亿元的一个豪宅 可是她是医生 她老公也是个医生 她老公还是以前的市长 看个上亿豪宅 很了不起吗 对 我们一般人会这样想吗 可是不好意思 你有多少钱 检查业都把你公布得 清清楚楚 因为你老公 选过两次的市长 所以根据他们最新公布 也就是你总统副总统 那一次的选举 你们的财产申报里面 柯文哲跟陈佩琪 两个人所有的存款 加起来大概是2500万 2500现金 对 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房贷 然后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 陈佩琪大概有两个 然后那个台湾的部分两个 蓬获不算 然后柯文哲是一个在新竹 换句话说 如果你动用你所有 可动用的资金里面 你的自备款 现在可以取出多少 2500万 结果你现在去看1.2亿元的房子 不够吗 你知道台湾 台湾为了要打房 把这所谓的豪宅 根据台北市的定义 豪宅是你售价在7000万以上 都叫豪宅 你要去买这个豪宅 你至少自备款要达六成 换句话说 你要看这个1.2亿的房子 你要买这1.2亿的房子 你自备款多少 7200万 对 所以就换句话说 你有7000多万的现金 现金拿出来买 你才有办法去买 什么 我没等现金 我现金 现在在我里面 我7000万 才有办法去吃下 这个1.2亿元的豪宅 所以我现在就想请问一下 陈佩琪 为什么你们最新的一个财产公布 两夫妻的名下的那一个存款 才不到2500万 你竟然可以动用到7600多万 要去买这个豪宅 这个钱从哪里来 第二件事情 他什么时候去开豪宅的 大概是说是7月 那什么时候成立治疗公司的 5月 大概是5月 那什么时候说要退休的 5月 大概也是4 5月 所以换句话说 财产申报是去年11月12月的事情 你当时只有2000多万的一个现金可以用 你现在有那个GOT 有那个GIL小 去走进去 去看自备款 要千千多万的房子 所以你说 我就要去看上运的豪宅 没那个钱 没那个胆情 没那个身份还进不去的 所以宝贤哥 大准你讲啊 大准你讲啊 什么意思 钱 他急来了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才终于想到说 柯文哲也许在所有的事情里面 他讲了一句真话 所有的谎话里面 他唯独讲一句真话 什么话呢 财户状况 我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吗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的是佩琪啊 记不记得柯妈妈讲过一句话 那时候记者就问他 什么简单也没有来找你啊 什么什么又约谈你啊 柯妈妈说 我一个人住一家 他们是他们的媳妇在看的 他们的事情我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所有的账 包括现在监察院所公布的 他财产申报 确实所有绝大多数的资产 都在陈佩琪名下 今天陈佩琪你看他一身朴素 这种这样走进去 你看得出来 他是有那个个啊 只要去看一亿多元的豪宅的人吗 所以我跟你讲 他是个人喔 所以他们的钱是陈佩琪的房子 陈佩琪的房子 第二件事情 保洁哥我跟你说 你就放他那个一开始的 人家问他说 听说你之前去看1.2亿元的房子 他马上说 我什么时候去看房子 他否认喔 然后结果后来人家说 你没有去看1.2亿元的房子 你看 没有啊 他当时是否认啊 对 你看 我哪有去看1.2亿的房子 然后人家说 人家爆料说去在立法院 然后呢 我记得我一个时间 是有去立法院那边逛过街 但是我没有去看过 谁会跟 他说我去逛过街 你去逛立法院干嘛 然后再来 他才想到说 因为儿子想结婚 所以你知道 这个人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他把所有的谎话 讲得云淡风轻 你到底有看没看 有没有去看 竟然可以在短短的20秒之内 一开始是非常自然的否认 后来就说我去逛街 我告诉你 这个开1.2亿的房子 不是像我们一般 开1.2千万的房子 1.2千万的房子说 今天屋主在 你可以逛街去看 1.2亿的房子 是要特别预约 我告诉你 以前那个就是台座的顾问 李志春 他那时候他们在台座打完球之后 他礼拜天 他就一身球装嘛 穿打球衣服 他就走去对面划顾嘛 说我们公司正对面 有个大型豪宅去看 他走进去被拦下来 拦下来 你有预约吗 你什么人啊 你想要来看我的家 台座的总经理耶 顾问 几十亿资产 因为没预约 因为你看不出来 我其实口袋很深 结果被活活的挡在那边 所以你先看豪宅 不是你想进去就进去 是 所以你不是说我现在 小子小小的 看这栋不错 我就进去 不是这样 你什么人啊 你不要进去 你有那么多 可以赶一亿的现金吗 你没那些材账 谁要让你进来 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陈佩琪 整件事情其实不寻常 第一个不寻常 你如果在去年年底 你可动用现金 才两千五百万 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去看 一点而已的房子 第二件事情 你平白无辜 工作得好好的 突然之间五月说要退休 然后五月就成立了 这个自由公司 七月就去看了豪宅 八月份 现在就被人家踢爆 你的木可公司 跟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到现在 还是一本烂账 说不清楚 但只可以确定一件事 他有钱 有钱啊 谁是牛 别扮哥牛了 所以我当时讲 这奇怪的 他之前不是讲吗 陈佩琪千万不能辞职 陈佩琪 整个客家 因为柯文哲投入正式工作 投入正式工作了以后 他的收入协少 家里还有很多的房贷 需要陈佩琪这份工作来养家 就陈佩琪一个不爽说 你今天台北市政府 你的卫生局对我不礼貌 我就不干了 我想真的台北市政府有问题啊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搞了半天 不是说你不会送 是你有更大的事业等着你 宝洁哥 你知道最任性的人是什么人吗 有钱人 对 有钱人 所以我们现在佩琪姐姐 被人无尽一套给你啊 所以有钱就是任性 好 所以师征 刚刚讲是不是 现在这个房子 不是说我今天用了 这个所谓的一点二亿 我本来还傻傻说 一点二亿 我大概以前准备个三成 我大概准备个三千万到四千万 我再去贷款 咬一牙忍一忍 你说不是 现在在台北市 如果你现在买一点二亿的房子 七千两百万的自备款 对 是基本起跳 没错 我先跟他讲 目前为止来说话 我们政府有说豪宅 所以要打豪宅 所以台北市的这个目标 是七千万以上的 就是算是豪宅 那新北市是六千万 那七千万以上的豪宅 假设你要看的话 成交价格的时候呢 你只能够贷到四十%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自备款六十% 所以假设这些明天 媒体报是一点二亿来说的话 他至少要贷 七千五百万左右的现金 才能够买 那你要只能够贷五千万 可是我跟他讲 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贷款 没有得贷款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银行的所有的 他们的这个价位都已经紧绷了 所以这个房贷的余额都紧绷的时候 他没有钱可以给你 他宁愿给 你说你如果进到卖很高的价钱 现在台北市没有那么好贷 没有好贷 所以你说真的 像辉生讲的 我口袋如果没有money money 我的口袋没有几千万 不是说几千万 没有个七千万以上 我是进不了的 我跟你讲 搞不好你要有一亿 为什么 我跟他讲 现在最近 最近有钱人他们成交 都是用现金成交 真的假的 你看最近 最近这个郭董人夫人他也刚成交 也是用现金成交 现在最近都 因为他们都没办法贷款 现在都要用现金成交 你越高价 现在都是要现金成交 所以你的意思说 对 如果今天我有那个底薪 我有那个胆势 我敢进到这个房子 我敢去看上一的房子 代表我不是只有钱 我是有很多现金 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我跟你讲 你只有一点二亿来说 你不敢去看一点二亿的房子 你大概要有两三倍的钱 你才能够敢去看一点二亿的房子 我要看这种豪宅 如果是新的房子来说的话 你要去买 你要先秀出你的存款证明 证明说你可以买得起 我才能让你看 真的假的 新的是这样 那就着来说的话 要管委会同意 对 或者说你要有人带进去 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带进去 才有办法看这个豪宅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买的 因为现在他在传说 在立法院旁边 只有一个豪宅 叫原力群 原力群应该讲 这刚好 这个13楼这个地方 还有15楼地方 刚好1.26亿 1.28亿 数字是一样的 他现在等于说 他不太是开房子 而且他只开哪里的房子 只开大安区的房子 对 还有中正区这一带 在立法院这一带 因为他过去也在这附近服务 所以我觉得是蛮合理 好 那我觉得其实 我真的觉得说 目前为止来说 陈佩玺应该是 知道金流 而且很多金流 应该都是他做的 为什么 今天不是被他这个批爆 就是说 监察院4月就已经跟你讲说 你们这账务有问题吗 那4月账务有问题的时候 保洁 那他不是成立一个制摇公司 你知道他为什么 要成立制摇公司吗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知道 4月账务的时候 简单 他这个账务就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第一个倒霉会是谁 木可 木可公司嘛 那问题是木可公司 是什么东西 木可公司 他们的大账房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讲 他不是捐了4千多万吗 如果没有捐4千多万 这个木可 这4千多万是在谁的口袋里面 柯文哲的 那如果假设 今天我要账务 那我怎么办 敢把4千多万都走 所以我再成立一个制摇公司嘛 我是希望说 成立制摇公司之后 能够在这几个时间里面 赶快把这个账 冲到制摇公司来 然后我把木可结束掉之后 你能查到什么 木可已经没了 对不对 能没了 能就到制摇公司去啊 所以刚刚讲到的 今天5月7号的时候 陈佩琪说 我很久没有跟大家聊了 有些课要上 也着手办理医院的退休手续 他9月份就要从联衣退休了 9月份联衣退休的时候 刚刚讲的 现在这个木可公司 在什么时候成立 刚好就是5月16号 然后他已经知道 他们报了 报仗有问题了 所以现在 如果报仗有问题来说 木可公司就是一个 非常有可能会鲜明的指标 那我就成立一个公司嘛 把这个账冲到这边来 然后由这间公司来掌握 那是最好的一个局面 对 所以就到后 我们就讲嘛 木可公司就有4千多万的 这个所谓 净利在那个地方 没怪哦 我一在想说 陈佩琪不是他们家 最大的经济支柱吗 他们家不是要靠陈佩琪讲吗 他们家的贷款 不是要陈佩琪付吗 怎么这么潇洒的 我说要退休就退休 现在就像这个是刚刚讲 慧琪讲的 谁最任性 对 无极人啊 对 我跟你讲 有钱的就胆子就大了 就觉得 这个完全世界不一样 那我其实跟大家算一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因为我一路以来来说 我以前也是磕粉嘛 你就知道 对 我以前最早就来 然后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对 第二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那时候不是说吗 他把房子拿去抵押 那时候没有钱 抵押之后 抵押两千万 还凶了他很久 不开心了 现在都不用这样子了 现在已经 不用抵押房子 我们可以去看豪宅 所以他说 都可以来也去 另外一个是什么 这次不是被他踢爆之后 他很多座帐里面 都是现金吗 今天不是有一个最新 曾经在他们志工团里面 服务的 他们志工 出来跟他讲 以前最早的时候 在木可公司里面 工作的时候 志工全部不能够碰钱 你要碰钱的话 一定只有木可的 相关人员能够碰 而且只能够用现金 那为什么要用现金 因为现金查不到 然后他还说 他觉得很奇怪 他一开始去的时候 这是他们的人 他说一开始 他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柯文哲不是就说 要所谓的电子支付吗 为什么也没有LinePay 也没有ApplePay 什么都没有 就是只能够现金 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 你就知道说 原来他们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现金 反正你都完全查不到 好 雨萱 你真的干过很多工作 你送过UberEats 你也端过房仲 所以你对房价 还有一点的了解 刚刚讲到的 今天他特别看房子 而且他特别去看 中正区的房子 然后中正区的房子 真的像讲的 今天你要买1.2亿的房子 不是说我准备个 30千万的房子就够了 我至少要准备7千万 而且现在有钱人的房子 全部都现金 保安哥你知道 真是最大的问题 豪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单价 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在讲说 单价一瓶 120万 130万 算是很贵 对不对 但错了 豪宅真正的定义在于大瓶数 你知道为什么叫大瓶数吗 气派 就我一个人两个人 我根本用不到这个瓶数 但我就是要住这么大间 我会整个百倍 对 你想想看 他那个产品 他一瓶是多少 我讲一成两户 一成两户的概念就是说 我注重隐私 所以呢 你看为什么总价有些是 大概将近快2亿 有些是1亿多 代表说什么 我买有些人是一次把两户都买下来 这可怕在这边嘛 你说整层买下来 对 就是我这一层电梯 就是他电梯卡到门口嘛 都不知道啦 对 就整层这一层就我家的嘛 所以今天柯文哲 陈北吉他看了这个产品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75坪啦 我跟各位讲 你知道他停车会卖多少钱吗 1100万 你知道为什么停车会要1100万吗 为什么 我算给你听嘛 他总共15层 都在一层两户嘛 总共30户 地下可能三层的话 不好意思 一层停车场就10户去停 那他基地面积是300多坪 换言之 一个人的停车场 你知道有多大吗 30坪 停车场有30坪 他停车场都可以买房子了 他说 嗨没有啦 我只是随便看看而已啊 然后去看到这种产品 保隆你知道豪宅豪宅哪里啊 他都随便看看 我就随便走走逛逛 对嘛 所以你懂了吗 这种产品叫做说 我根本没有这种需要 因为他接着说 我儿子要买房子啊 所以我可以帮我儿子看一下 看一户刚好1.2亿嘛 我怎么知道停车会要1100万 各位就是这样子 那你知道他儿子最离奇的在哪里吗 最离奇在 如果说我是要帮我儿子看了 对不对 那他前一阵子才拿一个东西给他儿子 你知道叫什么吗 才给他儿子一栋房子而已嘛 邂中 卖给他儿子 也是在金瓦区大安区杭州南路那边 杭州南路 对 而且保德哥你知道他怎么给他儿子的吗 怎么给 捐钱100多万然后给了好几年 给到最后面呢 稀少成多 然后再卖给我儿子 搞这一套耶 你知道这一套叫什么吗 结税嘛 对 他要规避掉捐赠税嘛 赠与税嘛 那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哦 你当时这个两三千万的房子 你都这么斤斤计较 不想要缴这个赠与税 保德哥 你知道陈佩琪这句话有什么大问题吗 1.2亿的房子 我们等一下给七七十六个 帮我们算一算 他的赠与税要多少钱 上千万 几千万 可以这样赠与的 不可能嘛 所以他是在胡说八道 在第二件事情 刚刚我们聊的一个关键 你说贷款 我算给各位听啦 这种豪宅案哦 就算给他贷到款了 大概也是要六成贷 六成贷七千两百万嘛 七千两百万我算给你听 他光利息一个月可能交到十二万 然后加上我们讲的后续 三年宽限期结束之后 本金尬下去 一个月要缴四十万 那你一个月要缴四十万状况下 你知道银行会去评估什么吗 不只是你的财力 你的月收入 你的单位月收入 他今天不是说你有钱就好了 重点是你又没有办法持续去给我提供这样的贷款嘛 所以为什么有钱人要直接付现金是你不用来查我 对嘛 但你看他查月收入 那我问一下各位 陈佩琪他担任工作的叫什么 他叫做公务员 他是北市联邑的医生喔 他今天不是什么名医 他还要去给他领那个不开业切结束 然后有会被汤不知罪办 五万块他要去领那种的 所以代表说他一个月我跟讲二三十万 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吧 那柯文哲的角色叫什么 宝贤哥你知道吗 大安森林公园之王 他没有工作啊 柯文哲的收入是什么 没有收入啊 他不是跟你讲说我们全部都要靠佩琪 对不对 我以前房贷很辛苦对不对 我去监察最新207期 连正专看一查 柯文哲没贷款 他贷款不见了 他带我去韓光了 对对对对 他选举的时候才会有贷款 他需要跟你要钱的时候 五百人来说 我贷款很可怜喔 我不知道有贷款我去查 没有耶 柯文哲没负债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但你怎么样进去那个豪宅的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登记一次 所以他一定会去审查你的资格 他一看 这个人年收二十几万 那这个感觉没什么大不了啊 你年收二十几万都进不去 当然吧 你年收二十几万当然进不去 你年收二十几万也进不去 你连利息付了都匹配串了 你要怎么缴 我就跟你讲了 这种产品就算六成贷 一格要缴四十几万嘛 所以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那你柯文哲的钱哪里来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你所有的廉政专刊了嘛 你的总资产 各位我都帮他算过了齁 包括外币 包括存款 包括他的保险 包括他的投资 包括他的投资 加总起来 他跟陈佩琪 两个人就三千万 那三千万的身价的人 怎么会去看一个1.2亿的产品 然后谎称说 哎呀我要买给我儿子的啦 我帮我儿子看了 然后明明已经给提供一个帮子 已经给他儿子 所以保险你听懂吗 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嘛 他满手现金 不能让你知道 什么本来就是满手现金 或满手比特币嘛 对不对 他今天满手现金 厂商当然没意见啊 你要给我付现 还不用贷款 更清楚更明白更简单 我这样直接尬了一个 我就解决掉啦 否则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 陈佩琪 怎么有能耐去看这个房子 而且陈佩琪 怎么有能耐去买这个房子 因为这不是你随便讲讲说 我青菜看着看着 我就怕去里面 而且保险哥 我再最后补充一点 你知道陈佩琪 他这一场演说 短短一分钟之内 三次自己打自己嘴巴 你知道吗 很厉害很了不起的 记者问他说 什么房子 那看什么1.2亿的房子 他说没有嘛 这是他第一次的 否认起 结果他说 可是柯主席说你 他说有啦 我有去立法庵附近逛逛街 他说他有去逛街了 然后再来人家讲说 你到底是不是有帮你儿子看 他说有啦 我儿子就想说他要结婚了 我就帮他去看看房子嘛 然后最后他讲说 你不要有一句话 我听到我都傻眼 他说什么 他说 台北市就只有一区啊 他说台北市就只有一区 换言之 不是在整整区区 不是在立法庵旁边的 他不要 文山区他看不上眼 内湖区80万去旁边 你都要台北市 他还给你分369 所以我将问华台 你看不上吗 他不要你送他他都不要 送他他都不要 我将问华台看不上 台北市第二区嘛 就第二区嘛 蛮旺之地 对所以你知道 陈培琪的言语之后 然后他最后再补去 可是房价好贵 好贵你还可以进去看 所以你懂意思吗 好 原来讲 现在柯文哲 这样不是把他的人设 以前刚刚讲的 我是把他义无反顾拼一次 现在把义无反顾买一次 结果他是不是 你现在不是搞的什么 到拼一次吗 你现在搞的居住正义 结果你现在 身价上意 我觉得他的人设 是被他们两夫妻 自己给搞坏的啦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都误会了 原来陈培琪 买房子跟呼吸一样自然 呼吸一样 他买房子 跟买菜一样简单 对不对 他不是讲说 我只是出去逛一逛而已 结果就是砍了一个 一只二一的房子 对嘛 砍了一个菜 那你拿客人来的 那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好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人生崩盘 第一个 他每次喜欢装穷 在2018年 选市长的时候 就说 我装可怜 然后拿我的房子 要去贷款2000万 我才有钱来选举 还需要佩琪的同意 所以呢 拜托拜托 然后还po了一个照片 出来嘛 装可怜 然后他说义无反顾拼一次 结果我们现在就发现说 原来拼的是那一间1.2亿的房子吗 所以这边讲 Keep it real Keep it possible 然后呢这边就讲 在佩琪的同意下 已经用他名下的房子 贷款2000万 作为自己的选举经费 而且更可恶的是什么 他的假 假 就是说假贫穷 对不对 然后装可怜 结果等到发生天灾 大家说要捐钱做公益的时候 他又马上 他说 大家为什么要比这个 为什么要捐一个月的薪水 我就是没有钱啊 结果你现在 当时花莲发生的地震 然后当时哪里出现什么问题 要捐钱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啦 要做公益的时候 他就没钱 要买房子 要看1.2亿的房子的时候 就有钱啊 我只是去逛街而已 还有一个重点喔 今年5月的时候 陈佩琪说 还要提早退休嘛 对不对 柯文哲又说 哎呀陈佩琪如果没有工作 那我们就没有收入了 那怎么办 他一定要出去工作 这如果是陈佩琪你满手现金 然后呢 又跟柯文哲在那边斗来斗去 假装自己没有钱 这个叫社会大众怎么接受 对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喔 而且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陈佩琪在看房子 没错 而且是看上衣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我认为 他有可能财产申报不实 为什么我这样讲 刚刚讲说他今年选举的财产申报 是3000万以内嘛 现金加存款嘛 那你要想 他2014年跟2018年 跟总统的选举 他的这个选票补助款 一票30块 他光两次的市长 他拿了多少钱 加起来4200万耶 那你说好你有捐出去的话 你捐了多少 你剩下多少 那为什么这些钱 又没有在你财产申报的帐上 对不对 那我的贷款都还光了 那你的贷款都全部还光了 2000万贷款还光了 然后剩下那么多钱 还有一个重点 我告诉克文哲夫妻 你们这样子直接捐赠给儿子 刚刚有讲到 已经一间旧房子给儿子了 杭州南路 杭州南路 然后现在又说儿子要娶老婆 所以呢又要再给他一间房 请问你儿子要娶几个老婆才够 对不对 还是你跟以后 你的媳妇要分开住 所以你到底要几间 再来 克文哲 你还有两个女儿耶 对耶 你这样子做 你得罪了全台湾的女儿 对不对 他还重男轻女到这种地步 他不是艳女 他还重男轻女 是不是 所以你说得罪付女票 然后得罪年轻人 居住正义 说一套做一套 你克文哲还有什么政治的未来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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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